有一個很重要的源頭 就是說台灣的工業 是怎麼樣看待他們在做的事情的 如果台灣的工業真的知道說 它手上所處理的這些物品 對於台灣的大眾的安全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的時候 他們所謂的SOP 所謂的決斷 所謂的預警措施 是不是會應該順在非常高的層級 那我想問的是 大家知不知道 就馬上現在是8月 我們剛過了一個痛苦的那個考季 現在已經放寶了 不知道現在放寶都沒有 但是全台灣沒有一個叫做XX工業系 我們大部分都是工程系 但現場的是我是工學院出身的 我們都叫什麼什麼工程系 那在台大的話叫工程學系 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 是在工學院 大家知道嗎 工學院的學生 花了我們台灣教育這麼多的成本 還有各種的設備的資源 去贊給這些學生 可是我們台灣的學院裡面 訓練這些學生很少 我必須講很少 是把這些學生未來 他要放在一個負責任的工業裡面 運作為目標的訓練的 我們去看現在的 我們去看現在的大學工學院的課程 都是理論啊 我昨天看了一下台大 台湾某 南部某國立大學的化工系 他的環境安全及衛生課程 是放在大思想 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這告訴我們 在傳統的工學院訓練課程上面呢 你先把這些物品 這些理論學好的 你把在裡面組織出來 你把你的運作的方式之後 你的環安位是放在最後的 你的環安位是在那個縫隙裡面 找空隙來生存的 所以你之前建構起來的那個概念是說 我東西要怎麼生產 我必須怎麼樣達到我的目的 那個比較重要 所以這個 這個知識建構的過程 他雖然沒有明講 可是在這四年之內 他已經建立了這種原則 在每個人的腦袋裡面 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 然後二十多年後來問自己說 我在這過程中間 我當年在我年輕的時候 有沒有學到一個安全的概念 我們學到一個風險的概念 我們學到一個 或是處理的物品 譬如說像這層明確是畫工系 那其實還有現在的那個 半導體知道 他們處理的毒物的數量 複雜度更多 大家知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 那很少工學員也在談這個東西 那也很少工學員只能說 我所訓練的學生 以畫工系為理好了 他們進入了台灣的化工廠 那台灣的化工業 包括石化工業 在台灣的整個工業發展過程中間 他佔了什麼樣的角色 他現在跟社會的關係是什麼 就沒有人在談 也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做這個研究的很少 那他也不容易成為大家喜歡聽的議題 因為馬上就會有真定因素 不安因素在旁邊進來 但是知道他這是台灣的本 因為台灣花了這麼多的人力資源 物力資源 土地成本 還有現在的我們的原定成本 核壓在這上面 所以這幾天之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理解 台灣的工程教育在未來 必須要做非常大佛工的改變 我們的工程教育必須是為了 讓學生在一個運作一個負責任的工業 來做準備 因為負責任的工業是存在社會裡面的 負責任的工業才能在這個社會 能夠好好的永續生存 那我們不改變這個人才訓練機制的話 永遠都是我們把訓練好的學生 送進這個現存的工業體系 他們就學會了現存工業體系運作的方式 現存工業體系運作方式SOP嘛 那這個SOP誰訂的 是一個大問題 再來一個是說你看這次 等到到後來等到他們去偵查之後發現說 欸就是當時按按鈕的開閥的 這兩個人抓起來過來就沒事了 欸其實繼承的工程人員 不管他是工程師或是工程人員技術的員 就是跟那個小護士打錯針一樣嘛 在過去那樣子都請問小護士 是在過去的思維裡面 你就是那個人負責嘛 但是我們從來不問整個大體系 為什麼造成這樣子的事情而可能發生 所以剛剛講的斷南處置是什麼 斷南處置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這些工業他理解 他在處理什麼事情的話 那當然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工程 你絕對必須要搶這個方向來走 謝謝 謝謝